读书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各国线下的交往按下了暂停间 但是中国外交面对困难没有止步 面对挑战没有后退 面对重大一级没有失神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你提到的元首与外交 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 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指南针 2020年习近平主席亲自设计 亲自指挥 亲力亲为 以文云外交的这种方式 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会晤通话了87次 还出席了22场重要的双多边的活动 通过云外交 习近平主席为国际抗议树立了团结的气质 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 习主席明确指出 病毒没有国界 疫病不分种族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他强调要秉持科学精神 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和疫苗合作 共同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 共同反对政治化 污名化 为国际抗疫合作汇聚了力量 通过云外交 习近平主席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的信心 面对频临衰退的世界经济 习主席结合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友谊事件 提出了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 发挥数字经济推动作用 实现更加包容普惠发展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等一系列破解之策 为世界经济走出阴霾带来的希望 通过云外交 习近平主席还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指出了清晰的方向 面对全球治理遭受的严峻冲击 习主席站立时代朝头 全面系统 产生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其致鲜明表达了中国坚定奉行多边主义的原则立场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迈进 可以说 今年的云外交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担当 贡献了中国外交的智慧 也拓展了中国外交的维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